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手法 手法的内容 肘部、手背部、臀部、踝部、踝部、足背部 每一部位原始点都有明确的涵盖范围 共同变覆全身 故应用时 只需知道症状发生位置为何处原始点所涵盖 即可按推该处原始点 从中找到需要处理的原始痛点 而不需分辨病名 参考各部位原始点涵盖范围示意图 其中脊椎两侧原始痛点找法的基本原则是 前面的找后面我们刚刚有讲 这是介绍一条脊椎的应用 前面找后面 背后旁边的找中间 脊椎中间的下面找上面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下面的图 这里就是在解释这个脊椎的应用 前面有问题 我们就找背后的脊椎 那下一个图 这里也是 那背部所有的痛旁边找中间 那中间痛找上面 那这样根本不用再记 什么穴位啊 经络啊 这个都把 等于几千年来 中医的经络学怎么样 简单讲进一步简化 简化 而且不用记 我相信你们听完一遍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位置 反正上面的往上找 四肢都是这样 那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原始点 而原始点刚好恰恰 就在患处最上方的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距离症状是非常近的 其实中医最难记的就是 经络穴位 就是位置 背太多 简化之后你们根本不用背 而且脊椎要不要问 背说穴位在哪里 不用 旁开一指宽就可以按得到 那马上就可以应用 好 那我们继续来把后面的文字也念完 找到原始痛点后 按推力量需由轻而重 以测定最适宜的力度 以略感酸痛为宜 过重如强烈疼痛感 则已造成伤害 太轻而几乎没有酸痛感 则效果不佳 对于虚弱者 手法更要轻柔 甚至必须先用指腹或掌根 慢慢做舒缓处理 按推时间则因病情不同 很难加以规定 也许几秒钟 也许二三十分钟 虚弱者因上述原因 费时更久 但无论按推时间长短 只要症状减轻 即可停止操作 期间要注意补充内外热源 重症者一天可按推两次 轻症者可两三天按推一次 也可每天按推一次 当作保健 每个点按推约三秒 可来回处理两至三遍 总之 按推之力量、时间与次数 都应是病情需要而定 并以患者能承受为疑 其实如果你们刚刚念过的 这几项大原则记起来的话 你们在按推不至于出问题 因为它这里规定的非常严格 就是你一个痛点只能按九秒 力道以患者能承受 这个要点记起来 那就不至于过重消耗患者的热能 尤其在重病的处理上 是不至于出事的 那这里要 临床上会发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患者揉起来很痒 有没有 他根本不让你揉 或是轻轻一碰就很痛 如果遇到这种临床上实际的问题 我建议可以先温敷 温敷完再按 也许他就能够接受了 这个先注意一下 那如果他真的 温敷完还是轻轻一碰就很痛 但是我相信温敷完 他那个人承受力就会稍微大 那你还是要以他 能接受的力量为主 好 那我们继续把 后面的也念一下 手法操作应遵循如下三项原则 一 安全原则 即按推不可太重 太久 太频繁 二 有效原则 即位置精准 见效极致 三 经济原则 即失作者 以最省力的方式 让患者承受最小的痛苦 而达到解症的效果 患处可温敷 不可按推 但此患处 若刚好位于其他症状 相对应的原始点上 为解决其他症状 应先按推此患处 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再按推 与此患处重叠的原始痛点 而原始点若有伤口或肿胀 亦不可按推 有极少部分患者 在症状相对应的原始点 找不到痛点 可往上延伸寻找 好 这样我这里要提的 就是说患处不可按推 但可以温敷 患处比如说 它刚好在原始点了 比如说手背部这里原始点在痛 那能不能按推 当然不能按推 但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按推的 比如说 它手指头也在痛 这时候它是开关 又是患处 这时候可不可以 可以推 但是按推一定要注意次序 先按轴部原始点 把手背部的痛点解决了 然后再怎么样 进一步按推手背部的原始点 这样整个程序 我认为比较符合临床 患者也会比较轻松 好 那可温敷 这个就是问题了 如果对症 一般按了一定有效 但我刚刚讲的 如果是撞得组织受损了 多属本处体伤 这时候你按是不能见效的 这时候要靠什么 温敷 喝姜汤 所以为什么中医会有一针二灸 其实我一路坐下来 道理就在这里 因为针只能解决症 但到了壮的组织受损 必须要内外热源 好 我们先用案例来解说吧 我们先看 美国救星山的干手症 也就是富贵手 干手症案例 温敷的重要性 某女士60岁 双手皮肤干燥脱皮归裂 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 手掌面的皮肤 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干 严重时 只要碰到水 都会引起恶化 有医生说是富贵手 有些说是干手症 曾使用各类药膏 护手产品或乳液 让手部维持湿润 远离或少接触 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 但是都未见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敷 只温敷一天就看到效果 但手上绑住红豆袋 容易脱落不方便 于是改用薄维加暖暖贴 24小时温敷 前后三天明显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未处理前 干燥脱皮归裂疼痛发痒 温敷后一小时左右 归裂处有明显愈合 后皮稍有变软 红豆袋温敷 温敷约三小时 归裂处几乎愈合 硬皮变软 改用微薄加暖暖贴 24小时温敷 2014年11月17号 第二天继续温敷 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 2014年11月18号第三天 2014年11月19号第四天 第一天第四天 好 这个如果它裂了 你按完它会不会裂纹 马上好 这个显然不可能 这个就是状的组织受损 所以状的组织受损 属本处体伤 一定要重用内外热源 好 那我们再放一个 呃 带状炮诊 带状炮诊案例 阿明25岁 驻美国沙加缅度 2014年12月2号 前胸开始出现红斑和水炮 一群一群长在一起 看来像一串猪 又像一条蛇 肿痛传到后背 经医生诊断为 生蛇 带状炮诊 告知必须要吃药打针 并要家人打预防针 避免感染 母亲并让她服用 白花蛇蛇草来清热解毒 结果红疹部位 更痒更痛 像火烧一样 经人介绍到当地推广点 用原始点方法 先温敷一小时 再按推头部及背部 再继续温敷一小时 喝姜水 约200cc 主妇回家 暂不喝饮料开水 必吃寒凉食物 要求做到24小时温敷 仅仅两天就明显改善 胸挤背部带状炮诊 明显消退 不再肿痛 12月2号上午 因为很痛 立刻温敷按推 忘了拍摄 第一次失措完后 才拍摄 12月3号 按推前 回家持续温敷 并喝姜水 第二天已有改善 第二天按推后 已明显改善 不再肿胀疼痛 第三次按推完 已完全没有肿痛的感觉 第四次按推后 第一天 第四天 第一天 第四天 如果照我们医学 带状炮诊 有些人会痛好久 甚至几年 其实他的痛 就是属症 那个要经按推 而解决 但是他的状 状的组织受损 一定要靠怎么样 内外热源来修复 其实道理很简单 所以原始点 它的按推跟内外热源 是不可以分割的 它是一个整体的处理方式 讲到这里 我就说 其实从去年 是原始点 最大的进步 为什么 我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原始点的案例 蜂拥而至 道基金会得非常多 甚至让我有一点喜出望外 尤其有一个国家 叫做金布巴威 金布巴威 南非很贫穷的国家 然后有一次 有一个朱先生 他就是在金布巴威 说要找我 去年差不多七八月的时候 我就跟他聊 他说他做了很多案例 因为外面吹牛的一大堆 我见过太多 说他做什么案例 什么 所以我看听的都听了很多 我也不以为意 但是他就马上秀给我看 一秀 我觉得精彩 然后就开始跟他戏谈 他就讲他的过去 怎么认识原始点 他说 他有人拿2013年的光盘给他 他根本不看 就把他丢在一旁 然后丢了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在金布巴威 人民很穷 穷到甚至没钱看病 去看病 有些也看不好 然后他想 人家说这个可以帮助 这些病苦的人 他就想 好吧 反正闲闲也没事干 就看一看吧 结果一看 他说真的这么神奇吗 这里面讲的是真的吗 还是又在虚构故事呢 但是没有做总是不行嘛 他就开始做了 结果做了都有效 做到最后 连政府官员都找他了 为什么 找他不是去表扬他 是要查他底细 哪里来的 怎么能够帮那么多人治 然后很多反应又说很好的 然后卫生部就带了一些官员 要来查他 他那一天就开车中途街道说 官员要找他 他就想完了 大概来取缔 因为他是没有牌的医师 这下子惨了 那在金布巴威 那个是违反医疗法的 然后他就想怎么跟他们谈 结果这些官员就问他 这些都是你处理的吗 他说是啊 那他说你知道这个处理 要一生执照吗 一般人是不能处理 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的 那为什么你还要处理 他路上就已经想好了 他说他是这样回答 他说因为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当然从医疗 你是从医疗的角度看 但从我跟这里的人民的感情来说 我不能不帮他们 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那我看他们苦 我又有人力 我为什么不帮他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我是不能不做 那这些官员听了也蛮感动的 那回去之后 他们就开会了 开会到底要处罚他 还是让他继续医疗 经过争辩之后 他们说如果取缔他 那肯定人民受苦啊 没办法解决 那以其这样 倒不如干脆 颁一个医师证书给他 不就合法了吗 果然真的就颁给他了 那这张证书他最后也拿给我看 他做到让政府特别 他说这是金布巴威第一次 开给 就是医师证书给外国人 第一次 那他就开始做 那做他有几个推广点 他做得很大 康复中心有二十几个点 那做的案例因为他们穷到 根本没办法拍摄 那现在提供我的案例是 最后我们还派人去帮他们拍摄 有些他们是真的很严重 他们就偶尔拍几张 因为穷也没得拍摄 那穷到什么呢 他们没有红豆袋 没有电 所以他们也没有熬姜汤 因为没有电就没办法熬姜汤 那只能用什么 因为刚好当地有姜 产姜 所以他们有姜 然后外用就用姜粉 那姜粉是什么做的呢 就是用锤 人工锤 锤了 然后再筛减 然后没有锤 像粉状再锤 这样 久锤之下才成为姜粉 那他们就开始 应用我这一套 大量的用 结果光提供的这些案例 就很多 那这些案例 我看了 真的是喜出望外 那这个只是他案例中的 一小部分 有整理的一小部分 那没有整理的一大叠 那你们想不想看 想看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你们都想看 那我们来 现在我就不讲话 因为里面还有什么 智障的 就是从生下来 就不能走路了 已经五十几年 还做到人走路 然后我们来看 他里面的这些案例 52岁的塞门 在2014年11月时 右侧中风而被送医 医师告知他 需要进行物理治疗 帮助他复健 由于疗程费用庞大 他无法负担 因为行动不便 也无法再从事 卡车司机的工作 2014年12月 因为无法行走 而由他的妻子 推着推车 带他去接受原始点条例 2015年2月 他的腿非常疼痛 而无法前去接受 原始点条例 志工便到他的家中 帮他按推 按推后 他就能拄着拐杖行走了 按推怀部原始点 2015年5月 塞门已经能够开车了 得以回归职场 他不再需要依靠 拐杖的辅助走路 塞门鼓励其他的病患 一定要坚强 也告诉所有人 原始点改善了他的人生 他也祝愿所有的病患 能让生活重新回归正轨 后续探访 目前他也不需拐杖 可依靠双脚行走 津巴布围 头部感染案例 2015年1月 5岁的克里斯塔贝尔的 头部不适 他的父母带他去医院治疗 只能减缓疼痛 伤口却无法愈合 2015年2月18号 克里斯塔贝尔开始 用原始点处理患处 志工先揉开头部原始点 并敷上浆粉 他也开始一天饮用两次浆粉 4月13号 头部已有明显的改善 大多数的疮都已愈合 克里斯塔贝尔说 他感觉好多了 当天不要爸爸搀扶 能够自己走路 4月22号 他头部所有的窗都已消失 伤口完全愈合 前后62天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后续探访 目前他的头部已完全恢复正常 也非常有精神 金巴布韦脚部皮肤癌案例 61岁的卡洛林 一开始左脚不舒服 去医院就诊 医生告诉他 离化癌症 接受治疗后 却无效 求医过程中 他也尝试了 金巴布韦当地的民俗疗法 情况依旧没有改善 他的腿24小时都在痛 最后医生只能给他止痛药 因为得病而失业 他的生活更加困苦 不久后 他的右腿也有相同的症状 遇到原始点时 他得病已一年八个月 志工帮他按推 用姜汤清洗他的双脚伤口 同时 加热姜豆袋 温敷他的原始点 让他喝姜汤 并在洗净的伤口 撒上姜粉 他一天补充三次内热源 每次一大匙15毫升 姜粉配上180cc的热开水 除此之外 他也加热姜豆 趁姜豆还热时 要先放进袋内包好 再把姜豆袋 放在膝盖上温敷 虽然心结的加颜色 和原本肤色不同 但他的伤口已完全愈合 现在卡洛林可以正常走路 也已经开始工作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目前他的体力精神 皆已恢复正常 脚部的伤口 愈合也更良好 金巴布梅乳癌案例 46岁的迪丽拉 在2010年时 胸部长了个小疙瘩 疙瘩渐渐地长大 她在2010年7月 就医接受检测时 医生告知她罹患乳癌 且癌细胞已经扩散 她的病灶24小时都在疼痛 但因病灶靠近心脏 无法做手术割除肿瘤 志工用姜汁清洗伤口 并在清洗后撒上姜粉 迪丽拉也拿一些姜粉来喝 先准备热开水 再将一满汤匙15毫升姜粉 倒入杯中 注入180cc的热水后拌匀 等降温后再饮用 用原始点7天后 她的伤口已经变小 异味也已消失 迪丽拉说疼痛减轻了 患处也不再渗血 之前她一直都没有胃口 用姜之后食欲已经恢复 她已经能自行坐下用餐 左手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目前她的伤口已改善许多 肿瘤缩小到 她可以看到胸部下方 也终于能摆动她的左手了 虽然她的伤口还没有干 但她能使用左手处理家中事物 迪丽拉示范她现在能够自行走路 而无需协助 也能够摆动她的手 她非常感恩 能重返正常的生活 前后七天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金巴布围先天之障案例 备优弟五十三岁 子出生患有残疾 无法说话 无法走路 要别人为食 2014年3月3号 备优弟来到复健中心 由志工们帮她按推 备优弟由志工们帮她按推后 又教她走路 备优弟从不缺席 每周一三五志工们的按推与复健 2014年8月 已能够使用拐杖走路 也能够推着轮椅走动 2014年9月 备优弟能由母亲牵着走路 备优弟和幼儿中心孩子们 快乐地又唱又跳 以能够行走和站立 金巴布围肛门肿痛案例 马西娃41岁 2008年起肛门肿痛 连续看了许多医生 但都没有显著效果 2015年4月13日 马西娃第一天到复健中心 由于肛门肿痛 造成日夜疼痛 无法坐立 志工以原始点按推 将水清洗 将粉涂抹肛门 刚开始 肛门肺肉收敛很快 且不再疼痛 但因有家人反对 而停止处理 导致再度肿胀疼痛 2015年4月27日 他女儿再度带他到复健中心 由志工帮他做原始点处理 2015年5月6日 肛门肿痛已消除 且可正常作息 每次以20公克姜粉 泡100cc热开水温热服用 每日3次 经处理后肛门变化 2015年4月13日 2015年4月22日 2015年5月6日 马西马很高兴 多年来肛门肿痛已消失了 特地来复健中心 表达对志工们的感谢 金巴布围肛门窗口案例 威廉·奈亨卡75岁 肛门由于小硬块变成窗口 14年来多次看医生 却无效果 2014年12月29日 由太太陪伴来到复健中心 由于复健中心离他家太远 志工教他太太原始点按推 姜水清洗 窗口涂抹姜粉 他太太在窗口涂抹姜粉 并以20公克姜粉 泡100cc开水温热服用 2015年1月14日 来到复健中心 疼痛减轻 窗口已有很大改善 2015年2月4日 窗口不再流浓 没有意味 完全改善了 经处理后 肿瘤窗口变化 2014年12月29日 2015年1月14日 2015年2月4日 威廉·奈亨卡很高兴 已经改善了14年来的 肛门窗口疼痛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津巴布韦 包皮癌案例 拉斐尔 2015年7月31日 第一天到复健中心 排尿困难 无法行走 极为疼痛 2014年7月 发现有包皮癌 刚开始一小粒硬块 三个月后长成大块 曾找多家医生 但无效果 致工用原始点按推 以20公克姜粉 泡100cc热开水 温热服用 致工用姜水 清洗窗口 疼痛难耐 致工用姜粉 涂抹在窗口上 2015年8月3日 窗口明显收敛干燥 排尿较正常 疼痛减轻 可以正常作息了 致工送上姜粉给他 每次以20公克 泡100cc热开水 一天三次温热服用 经处理后 肿瘤窗口变化 2015年7月31日 2015年8月17日 拉斐尔已经恢复 正常生活作息 每周一三五 人到复健中心 用原始点处理 82岁婆婆乳癌案例 艾梅达高龄82岁 当第一次来访时 她的乳房非常疼痛 并硬如岩石 因为日夜疼痛 完全无法睡觉与休息 她乳房的问题 已经一年以上 之前到医院看病 也没有效果 她在2015年3月25日 到中心寻求协助 此时病灶已出现破口 且产生难门异味 志工向她介绍按推原始点 与姜 并谨慎地清洁 她的伤口 将所有的脓 都清除干净 再撒上姜粉 她回家后 饮用姜粉 第二次来访时 她的乳房变得柔软 但窗口变得更大 志工在伤口中 填入更多姜粉 她的伤口开始产生了变化 这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作用 腐肉几乎全部消失 然后伤口由最深处开始愈合 伤口产生了变化 志工持续不断地清洁 按推原始点 和给予姜汤 于3月27号 虽然伤口还未痊愈 但她很高兴 因为她现在乳房已无异味 疼痛减少许多 晚上也能入睡了 于5月13日 她已大幅改善 所有腐肉都已消失 而伤口现在已开始愈合 志工们按推原始点 并持续清洁伤口 这是所有腐肉 都已除去后的外观 2015年5月17日 艾梅达婆婆再次拜访中心 窗口明显改善 且不像先前那么的深 窗口周围的皮肤开始愈合收口 窗口没有那么深 并已开始再长出新肉 她每次回家时 志工总是会拿一些姜粉给她回家 在没有按推原始点的日子里 能饮用与清洁 5月27号 她的伤口豪转许多 窗口开始变得干燥 农与意味都消失了 2015年8月17日 婆婆拜访中心时 病情已有重大改善 伤口已缩小 她回家后 每天都记得喝姜汤 乳房的伤口已逐步收口 她露出幸福的表情 前后比对 2015年3月25日 2015年4月2日 2015年5月13日 2015年5月17日 2015年8月17日 金巴布韦70岁乳癌案例 若斯林70岁 1999年发现腋下有一小硬块 后来逐渐变大 2007年她眼睛瞎了 医生告诉她是糖尿病 伤口逐渐长大 2013年 医生检查为癌肿瘤 2014年11月14日 她来到复健中心 志工们用原始点按推处理 以20公克姜粉 泡100cc热开水温热服用 志工用姜水清洗 姜粉涂抹窗口 她没儿女 目前生活由她妹妹照顾 志工教她妹妹原始点按推 姜水清洗窗口 及涂抹姜粉 并给姜粉回家 一次以20公克 泡100cc热开水 一日三次温热服用 2015年1月26日 肿瘤窗口已渐渐收敛 不再渗血 当初她的手不能举高 但现在已经能举起来了 2015年2月13日 肿瘤窗口已更进步 腋下肿胀也全消失 经处理后肿瘤窗口变化 2014年11月24日 2014年12月19日 经处理后肿瘤窗口变化 2015年2月13日 2015年7月17日 若思琳虽然眼睛看不到 肿瘤窗口已经完全愈合 不再疼痛 现在她很高兴 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金巴布围足部溃烂疼痛案例 38岁的迪米莎脚部出现很大的伤口 并且溃烂疼痛 志工协助迪米莎按推 以姜粉泡温水清洗伤口 以姜粉温敷与喝姜汤 以原始点处理之后 伤口渐渐的愈合 也不再疼痛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金巴布围肩部溃烂窗孔案例 25岁的珍罹患了乳癌 并且肩部出现了破孔腐烂流浓 志工使用姜粉泡热水清洗伤口 并且使用姜粉对伤口进行温敷 经过原始点的方式处理后 伤口渐渐的愈合 如今珍的体力恢复精神异议 已不再被病痛困扰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金巴布围肩部溃烂破孔案例 53岁的玛丽头部罹患癌症 并且头部出现腐烂破孔 志工帮忙玛丽使用原始点处理进行按推 用姜粉泡热水清洗伤口 以姜粉温敷 以及喝姜汤 经过原始点处理之后 玛丽的头部破孔 有了明显的改善 开始愈合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那其实几个案例 我都觉得很精彩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 那个烂到一个窟窿 然后再从里面展露出来 这个婆婆太 他们做得太厉害了 这个我也是从她那里看到 而且还有一个女孩子 那个年轻的 她说肩部 那个是乳癌 然后烂到一个窟窿进去 然后这里也是 肉烂到里面进去 肩部也是 都没有肉的 里面是空的 那他们说怎么洗呢 就是姜粉 冲热开水 然后直接倒进去 那个很痛 然后他们还叫她 因为他们没有整集床 就躺在地板上 然后叫她滚动 滚动就是让姜粉 姜水 整个都均匀地涂在她伤口 他们是这样 那非常痛 那为什么他们效果特别好 因为他们的百姓 没得选择 反正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那患者也不会因为痛而不去 因为有效 但是如果现在放在 如果在台湾做 很多因为痛就不干了 因为她太痛了 我就不要做 但是他们比较冷 冷了效果就出来 所以这些是 她众多案例中的部分案例 所以有时候我私底下也问 这些也给很多医生看 我问她哪一个你们能够做出来 他们看了也是大赞叹 好 那这个就是我说过了 就是原始点发展到现在 总算有很多地方传来的一些精彩案例 我们这几天的课程中 很多新的案例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但是这个地方zas 我们前닿该有些有关 在送从ив炸点 后面有用很多 生在照顾 PRES约 uję